私家歌之大夢想家 Hello 大家好 我是彥文輝啤梨 你好 教主陳禮善 教主你好 你好 最近我有一個煩惱 話說我也跟你一樣 除了是一家之主之外 家裏甚麼都作為一個男人要做 但其實我又不像教主那樣有很多家居的經驗 我經常覺得我一做這些東西又怕會弄傷 換個燈打不怕跌震 那條梯不知道是否安全 沒錯 其實一個家裏的安全 其實是一個一家之主或者男士 應該是多些參與和又要去做控制 所以其實家居安全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講過工地的安全 在工地工作的時候要安全 但是裝修完了 我們日日常生活的時候 其實家裏的安全我們真的要留意 是啊 還有我們大部份的時間在家生活 但是有一些事情真的會不小心 會自己弄傷 你多不多這些經驗 或者有沒有身邊的人和你分享過 其實在這個行內沒有人做過正式的研究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題目 因為我們這些學者又抽起跟上來 也是想做多些研究 因為其實很簡單 做訪問或者做新聞的統計 其實你都可能知道一個家裏面的頭號殺手 壓居安全的頭號殺手是什麼 第二是什麼第三是什麼 如果你知道這些時間 起碼你就知道應該怎樣避免 以及做多些防衛 做一些早期的 precaution 準備功夫 是啊 我自己也有少少少經驗 有時候可能簡單到剛才說 換燈膽 以前就很簡單 扭扭扭扭扭扭上一個燈膽 現在的燈都有很多種類 沒錯 其實燈的種類 或者買回來對不對 釘頭、螺絲頭 那些省電膽 其實現在又多了一些LED 即叫二極光元體 好扣名 二極光元體 其實現在都不是自己可以換的 不過我認為這樣的 小小的東西就沒有什麼問題的 不過這些有關電的東西 或者燈的東西 你真的要有些知識 如果你去碰這些有關E&M電力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牌照 那當然啦 家裏是你的 你自己做的 沒有人會怪你 但是都不是一個很正路的東西 因為你去替人工作 你一定要有牌照 現在其實做很少的東西 你沒有牌照 即時代不同 我們比較年輕的年代 是沒有分的 因為工人 萬能叔叔 什麼都搞定了 但是現在不是的 所有呢 很規範 很正統的 當你安裝到一件事的時候 安裝到電的時候 需要有一些電工牌照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所以在家裡安裝 家裏就不用擔心 換一下燈膽 那些 只要你有少少普通的邏輯 常識 去家事 就是那些 看多一點 就是換一個燈膽 可能我們要先關掉燈制 如果再有需要 就先關掉大制 最多它換了下去 再關掉按鈕的時候 就會找不著 或者會產生一些火花 所以我們要小心 這些我們不能夠在這個公開場合 講給教你怎麼換 換不換 大家真的要審時度勢 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我想反過來問 如果我是一個都很注重安全 亦都很想家人生活 身體有健康的話 我幫襯人 那我就這樣可能 就舉個例子 只是換燈膽 我找一些有排的人士 專業的人士 會不會覺得 這麼少東西你找我 這麼濕碎 會不會嫌我 其實是怕沒有人做 因為你這樣做這件事 不如我們學一下 生活小智慧 其實很多東西DIY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不過我覺得除了換燈 電 我們真的要多些留意 我們真的不要亂來 不過有些東西 我們這個是主動的 有些是很被動的 家居安全 剛才我提過 我不敢代表一些研究 或者一些數據 不過原來我們家居安全 很多時候發生的 我講一下幾件事 原來第一 很多事件發生是 洗澡的玻璃房 那個叫玻璃浴瓶 沖沖阿梁隨時會爆 是呀 大家都不知道 有些人是用膠的 有些人用膠片 不過大部分 很多人現在都不會用膠片 他會用玻璃 烏門 染門 其實他爆的原因有很多 譬如舉個例 金屬疲勞 染門的時候 膠鬆了一點點 只要玻璃碰玻璃 碰到一個 打高爾夫 甜點 這個是痛點 一碰到痛點之後 他就會爆 甚至乎 他無端端也會有時間會爆 因為他自己本身有個重力 地心吸力 很多東西會令到一個玻璃浴瓶 花灑淋浴間 就會沖沖一下 涼會爆 不是爆炸 是粉碎 整個玻璃好像粉碎 這樣 就會發生什麼情況 很尷尬 沖著涼的時候 雖然它是一些強化玻璃 但是變成粉狀 或者粒狀 黏著你的身 你又不敢擦它 但是唯有是怎樣 打完報警之後 救護人員來 就會有一條毛巾包著你 然後抱著你 送你救傷車 街坊全部都看到你 剝光珠被一個毛巾包著下去 然後就送上救傷車 嘩 很害怕 但是又好像覺得 咦 不要看笑 真的隨時會發生 這些事情 其實是隨時會發生的 不過也可以避免 因為只要 我剛才提到 你之前做好一點 還有做多些防備的 防衛的功夫 是會令到事情好很多 舉個例 現在市面上 還有一些叫防爆膜 就是它爆了之後 它都會黏在一個膜上 就是做完那塊玻璃 當然那塊玻璃 一定要是靚玻璃 強化玻璃 或者甚至乎一些 叫做夾膠玻璃 就是可能是兩塊玻璃夾著一塊膠 或者兩塊膠夾著一個玻璃 那個情況 是打都打不難的 那是很厚的 其實都不是的 這個科技可以做到很薄 如果簡單一點的話 我們貼一個防爆膜下去 當它爆了的時候 它只會吊吊吊 或者黏在那裡 令到你的損害都會少一些 等於我們的邏輯 就想一下 會不會我們的擋風玻璃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這樣東西又好像 你真的天天都要洗澡 這個真的做得比較安全 是啊 因為其實好像打麻雀一個人都會 但你要打得厲害 贏錢就難了 我們經常說二學難精 每一個進步和時代的啟發 有些新產品都會令到設計上 令到家居安全 提升另一個境界 剛才你說的關於那個洗澡浴缸 我最近都跟家人研究 關於怕老人家滑傷 也是怕老人家 他們地下滑又不行 是啊 沒錯 這個地下的又是一個問題 我先說完玻璃 然後再回來說滑傷 不過你提到這點非常好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 我們的設計也會對到這件事有很大幫助 我們要像導演一樣 模擬一下 無論大人朋友小朋友 跌倒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在玻璃浴瓶裏面跌倒 你要去幫他手的時候 你想像一下我們的隱瞞是要推入還是拉出 拉出 是啊 沒錯 很多時候我們沒有想到這麼細緻 但其實這個細緻是令到一個生命安全 如果不是到時候 推入去又救不到出來 到時候我們要二次傷害 我要打爛玻璃 嘩 這個真是很細微的一件事 可能在你裝修設計的時候 如果不找一些專業人士不細心 你就是衰弱在這些環境 沒錯 沒錯 好像很簡單 其實我們這個學問也一點都不簡單 稍後回來我們講一下那個防滑方面 好啊 原來我們做設計好像做導演一樣 不過其實這個導演就等於多些想像力 整個劇本寫出來 未必是你的劇本一定對的 有時候有多些變化 還有要多些想到我們所說的第三層 第四層事件發生就會好些 你會預設到有什麼事發生 像剛才我們說的玻璃玉瓶那些事 可能大家已經知道 但又沒有人在之前做了這些事 但這些事其實在書本裏面 讀不讀到呢 我就可以大家這樣說是應該沒有的 是啊 所以呢 其實是怎樣去令到你的知識 一路增進一路增進增進的時間 其實你是多愛那個行業 多投入這個行業 而是你做一個持續改善 持續改善是非常重要 所以讀書當然是重要 但有些事就真的要像教主那樣 因為經驗 或者可能公司有不同的專業的人士 他們可以幫到手 其實這一個很微妙 有些學生經常問我 其實他們經常說 我是先做設計去做裝修好 因為我是懂裝修才去讀設計 這個跟雞和雞蛋的問題 那我就整整反覆去回答 或者去思考 反而我今天想到一件事 有些做裝修的就說 當然是先做裝修 再讀設計好些 那有些讀完設計的就說 不是啊 你沒有一個劇本 是做不到裝修的 那站在不同的位置去看這件事 就是大家你又對他 其實都沒有說對還是錯 反而我誤到一個道理 其實又不是設計先 又不是裝修先 其實是一起都沒有問題 只要我們不要放棄這個輪迴 這個cycle 我們叫做持續改善那個 無論你做哪件事先都好 那你做完再一個設計 這個劇本不好 給一個執行人提醒你 你下次改改劇本 只要你肯接受 和肯改善改進 設計人會慢慢把那件事 一天一天進步 與此同時 與此同時 裝修的執行人士 亦都不明白為何設計師會這樣畫 你畫到起樓 那些東西很難搞 要不要這麼複雜 但其實這件事 他又有他的不對 因為為什麼 很多時候裝修 做完就不回頭 還是設計師見到的客戶 把那個feedback 都告訴給設計師 設計師會一直寫 所以 永遠爭不贏的事情 但如果我們兩位 或者一個團隊裡面 有些人做了設計 然後提供一些資料 裝修師傅說不行 又推回設計師 只要我們找到一個問題 再找一些答案 和評估它 再搞定它 我們這個形容叫做 continent improvement 就是持續進步 其實是一些很簡單的道理 但很多人就沒有把它執行 或者沒有寫下 只要你寫下 你就已經是其中一個優質管理 又或者 要他們都有共同理念 想做好這件事 是不是雙方 沒錯 其實他們又不是說 不做好 只不過可能 大家都忙忙完之後 就不把一些文字 一些記錄寫下 這件事完了 下次來 就是重新發生 例如我一會兒去買關子 一會兒我會給大家一個例子 一間公司 三十幾四十年的公司 都是重新發生 相同的錯誤 永遠不會改進 其實這個都挺可悲的 為什麼呢 你一定要進步 我想問一件事 剛才教主說到 遲些告訴我們 關於線那裏 是的 我們繼續講 應該可以講 其實很多材料 它有個防瓦 尤其是在廁所裏面 或者廚房裏面 一些濕滑的地方 有些磚會令到是防滑磚 它的防滑程度 是會有些很奇怪的 科技真的很厲害 濕了水 踩了下去 還會截絕腳 沒有水就正常 有水就反而再絕 沒錯 有水也是不滑的 但它有些濕了水之後 踩下去 真的有磨擦力 產生 這些材料 其實在市面上 不難找的 當然 如果我們用目測的方法 最簡單 舉個例 目測的方法 例如 一塊雲石 多數是光滑面的 但是我們可以在雲石上面 磨花它 做一個新設計 它花得來 是一個很有鍋的質感 然後它踩下去 又是防滑的 在類似這些設計之中 設計師的安全的感知 或者觸覺要非常之強 所以我們寧願做的安全標準 要高一點 高一點 好過你不行 滑 這樣 一有水又有蕃茄 其實是危險的 所以棋缸和浴缸 有同時相同的危險 因為浴缸都會有滑的地方 是啊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 可以克服到的 例如有時候 剛才所說的 打磨滑它 磨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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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做多些坑面 戒坑 或者量多一些金屬條 用一些圖案 砌法 去令到石面不滑 甚至乎加些防滑箭 這些在家居安全裏面 都是重要的 因為 其實很恐怖 一個洗手間 一個浴室裏面 因為地方不大 而且大部分的東西都是硬的 我們是不可以容許 滑倒而撼傷 一滑倒撼傷 你真的想到都很害怕 只是洗澡的位置 都已經想到這麼多危險性的東西 是啊 我又擴大一點 例如我們泳池的設計 泳池大部分 很多都離不開馬賽克格仔磚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材料 因為它又可以防水 與此同時 它又提供到鞋面 這些是有原因的 其實我們平時的生活 的智慧 看到這些東西 其實是明白到 只要你多些思考 我經常跟一些設計師說 你想多些 為什麼別人想不到 你想到 你就會是一個很特別的創意設計 甚至乎繼續說回泳池 譬如泳池的光度 都是一個很平均的 什麼叫光度 譬如它在晚上的時間打光裡面 我們是不可以給到一個泳池 裡面是有些盲點死位 或者我具體一點說 在晚上踢球的時候 可以用燈打到人沒有影 那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光效設計 這是一個例子 譬如我們一個泳池的設計 你不可以有些地方有盲點有黑點的 設計是負上很大責任的 原來一個泳池都要這麼多細 其實泳池在公眾地方更加要細微 但是我們推回到家居裡面 還有很多其他 還有很多可以由設計 已經是解決了它打後的問題 譬如可能門那些會不會有 門或者是門 我們或者門都會有的 譬如大部分人都可以夾到手 或者是燙門 整個門甩住不行 就掉下來窄到人 燙門這些也不可以亂來 還有甚至乎玻璃的吊燙門 其實玻璃的吊燙門也是危險的 因為每逢我們有動動的 我們有一個理論或者手則 有些傢伙設計出來 有些動的 你更加要小心 因為有些動的 你就會生成了一個 本來它靜止狀態 它會更加加了很多危險 危險出來 所以這些位置就要看一下 那個設計師可不可以細心想到 怎樣去到盡量減少那個 沒錯 我剛才不是說有很多類型 應該去到第五六個點了 因為你走了 用家就不是你 就是客戶 所以我們要為了我們的slogan 為了幸福家庭作為強大的後盾 我每天都要記住 好不好 非常之好 聽到幾次你都明白為什麼 我已經入了腦了 家居安全這件事其實很長時間說 但是很適合聽 因為其實每個人在看影片 聽我們做節目的你 都要在很多時間在家裡生活 沒錯 其實香港雖然都很先進 有很多的家居安全法例 都不是那麼齊全的 譬如舉例 譬如我們最危險最危險的 就是小朋友的家居 家具方面 我們有時候很恐怖 看到有些設計師 我們整天都很餓 你不要阻礙我做這件 不要阻礙我做這件 不行的 因為為什麼我剛才提到 一旦有動動的東西 譬如他當了那張床是遊戲室 那個傻滑梯 人家是經過 在公園的傻滑梯 經過很多的驗證 很多的合格證 產品證 而是做出來的 是啊 他們就很威風 無房 把公園搬回到自己的房間 可能很有錢 很大的房間 整個傻滑梯 是啊 我看不少 樣子好像很漂亮 但是我不知道安全性 那樣子真的很漂亮 小朋友都傻滑梯 但你不要忘記 是無縫的 外面是無縫 或者組裝的時間 用了很多方法 但是你家裡的時間 必須有螺絲 你沒有辦法用膠水貼自一個傻滑梯 是啊 還有組件 可能日久失收之後 組件一離了位 一傻滑下去就戒傷屁股 這些在家裡除了傻滑梯之外 我們剛才說了廁所 在廳有很多不同的 例如櫃 對 櫃有沒有危險的機會 接著要下來 第二 經常有些新聞說到 就是吊櫃整個窄下來 整個吊櫃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櫃是掉下來摘傷人 很害怕 其實這一個 就是很多坊間的誤點 和一些傳聞 和一些各說紛云 其實個個都是大師傅 不過這一個 有很多人就說要這樣 要這樣 又說要用很漂亮的螺絲 又要用拉爆螺絲 頂爆螺絲 那些太複雜了 總之是一個很穩陣的螺絲 很粗大的螺絲 去吊櫃 才不會跌 在我個人的看法 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都可以給多些意見 其實我們很喜歡這樣 我們不說話 沒有話說 但我們說話 有時候說得不對 不對聽 不好聽的 大家都很論 但是很多時候 只會一點 不能想到第二點 其實始終是 集大家的功夫而大成 舉個例子 你很實正去轉向牆 但是那幅牆不穩陣 這就是 有一個出現的問題 整幅牆倒塌 整幅牆倒塌 第二 原來 吊板的板 按上櫃 有時曾經出現過 就是那個櫃 掉下來 那塊板仍然在牆上 它很穩陣 口釘 釘了在牆上 我打側看 大家觀眾 這幅是長 這幅牆 釘了 整幅牆倒塌 但是釘得很緊 它釘得很緊 牆又實 板又實 但是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 可能是這樣釘 大家觀眾 看到直播的時間 就可以看到了 這樣釘和這樣釘 大家有沒有覺得有分別 聽三機的 我就建議你上網記住 看我們的影片 沒錯 不看你就真的浪費了 這個你錯了 這樣就是 因為我都沒有辦法 用言語去解釋給大家 真的沒有辦法 我都沒有辦法 我們講言語就是 頂子蓋著背 是安全一點的 因為這樣蓋著之後 我們還有 我們有九十度的釘 釘著它 這個就放著它 因為蓋著它 因為有一個向下的釘 有一個打橫的釘 那它就成了九十度角 其實我們做家師 好像蓋房子一樣 這個工程 我家家爹都是工程院士 這些小事 其實大家都明白 我們怎樣是將這件事 是將它具體化而易明 如果你做錯了釘櫃的釘裝方法 它亦都可能整塊板黏住了牆 但是然後那個櫃掉到地下 對 與此同時 有很多人說 做很多釘上去 那些東西 其實不是一個問題 我會繼續說 只要你一個 一個背板 釘上牆的時間 是單一方向 OK 釘上牆的一個方向 大家明白 明白 我們再加多一個方向 在背後 再在側那裏加多一個口釘 是 正如同時說 又成了九十度 是啊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這樣的力度 就會很強 是啊 不是代表你有十眼釘 在這個板上面就強 用那個位置用得對 用那個位置用得對 而且的螺絲 不一定是我們所說的 拉爆爆炸螺絲 那些東西 如果我們用一些 我們所說的 你的行樓叫做 鋼啞螺絲 可以還原 事件可能更好 因為你轉了下去 它可以扭出來 可以重新整個 整個穩陣 但是有些拉爆螺絲 你打進去之後 是無法還原的 口釘不緊 你只要唯有 就打多一口 所以 有時候 大家就各司各法 這些說得這麼深入 這麼討論 其實我想為了 帶出什麼呢 其實安裝這些 釘螺絲的時間 都要小心 最近 在我們的 在我們的 求助熱線個案之中 轉爆了水喉 準備要交貨 就好了 大家可以意想一下 裝修的單位 轉爆了 交貨 有人來安裝傢俱 安裝傢俱 那時候 轉到牆身 這樣就轉爆了水喉 你想到 那是多痛苦 哇 你氣了 肥濕了 也不知道 是啊 那又帶出了很多問題 我們轉那時候 是不是要先關掉水喉 是不是 那你又不要 那些人說 生了水喉 不知道要轉爆水喉 其實不是的 生了水喉 水喉之後 仍然有水在那裡 有水在那裡 因為你一轉 它流水出來 你都知道要轉爆了水喉 但是 有些師傅 就是開水喉 用來洗手 洗手也是對的 不過 整好就算洗 所以呢 我們有時候 就是前和後的分別 最近這個求助個案 還是一間公司 比我們的公司 年資更長 三四十年的公司 老師傅 靠經驗 我們剛才說 有些問題 是永遠重複發生的 這個發生 又再發生 幾十年前 可能轉過水喉 爆了 今次又轉 其實問題是什麼 它不肯看數據 也不肯接受 新的一代的 所有的數據 哪裏有水喉 哪裏有電線 來去用這些數據 紀錄 來去教會你做事 是 有優質管理的公司 就不是靠金屬探測器 當然 你會有些 循環會更加好 但是 我們呢 就是會用文字記錄 喂 每一樣東西 我們都在未做事之前 是攤開所有的文件 這裏要風險評估 你知道嗎 這一下轉 會害到人家很慘 整間房子已經浸了 嘩 我聽到都覺得害怕 這件事 如果作為顧客 或者各位市民 可以怎樣做呢 我交給他們 就依賴他們 唯有找一個可靠 可靠也不是 他不是不可靠 他經驗也很老 很老 我覺得是要找一些一站式公司 所以我們在二十幾三十年前 以前開始用這個一站式公司的邏輯去做呢 你想我花了多少時間 這二十幾年來呢 我們交了多少學費 還有我們用了多少心機 多熱愛那個事件工具 各方面 將它做成一個行程 令到我們能夠計劃 做成一個行程 令到我們能夠計劃 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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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自己有沒有錯 最後再去做改善 整個行程做出來之後 我們是不大進步也好 就一天天都再進步 所以我們就能夠 大家都三四十年 但是我們拋離了別人一些 但是這些也是 很幸運的 教主你當時有過這樣的想法 令到有這些叫一站式的公司出現 如果不是作為市民 大家拿回一些時間 給心機 可能陪在家人 或者賺錢好過 這些交給你的主人 其實很多人都想做這一站式 但是他不能夠在一個 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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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這兩個字 說就很容易做 就很難了 是啊 我又想知道 如果真的轉了這樣 都應該很大件事 有幾大件事 待會再回來講 好啊 教主 我想回剛才你說的個案子 轉了 轉了之後 整個房子都濕了 可以怎樣做 或者會衍生這些問題 沒講這件事之前 我想講我自己個人經驗 因為我有誓 夠膽做這件事 我其實都轉百個水口 不過在二、三十年前 剛剛出來學習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我真的很全力去做設計和裝修 我不會指上談兵 自己都去動手去做 去搞 所以就真的有一次經驗 發生過 這是一個沙田瑞和院的單位 其實之前都很多不開心 很多不開心 包括 可能自己真的做得不好 但是客戶又真的很難搞 竟然被我轉炮所有水口 之後 這件事就停了 怎麼停了 不只是爛尾停了 客戶都覺得 哇 真的是他很用心做 有一盆 有一盆轉炮水口 好像是世界末日 一轉炮水口 水都飛了出來 我們都好像在看廣場的 有些人用手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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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實際上會發生你很多 意想不到的事 我們還在說笑,櫃桶塞滿了水沒有漏水 我們幾個工人和師兄弟在說,我們這些東西很漂亮,我們不是拿來玩 因為當時很希望搞好一件事,但是一盆水淋色了我們 這是自己個人的真正經驗,今天拿來淡少,這個客戶將來變成我們的朋友 他那次沒有說氣了你,因為你補舊,我們補舊,而且在這個時間就會亂 因為包括會發生什麼事呢?我自己當事人,我講其他很多會怎樣呢? 要麼你會退縮,退縮的意思是死了,這個薩拿最大的禍都闖了出來 退縮的意思是我不搞了,我搞不定了,或者是害怕,我當時都害怕,我真的害怕 因為想不到,但真的會發生的 好了,這個第一個退縮的方面,退縮的事情就慘了 因為他不會再出來和你搞好他,但是你做都是有問題的 你可能有做的人是隨便隨便的,因為你不要忘記 他可能未必是懂這些事情的,他只是正於某一個範疇 那會怎樣呢?可能會出現了,搞定這件事就算了 搞定這件事,可能是未完全恢復快,回到100%的狀態 譬如說有很多就這樣修補,燒刊,或者有很多方法 總之當時一撒冷不流水就算了 剛剛這次也是相同情況,我們身為一個抗收盾 還有別人叫我們給意見的時間,我們就給了一個方案 那個業主就說,我就覺得你不要給你轉爆水口的人 繼續幫你補回那個水口 應該找回幫你裝修那間公司,跟你做回那個水口 因為他有上文下理,也不會責任的承擔問題 即他整件事,overlook 會宏觀一點,找回那個裝修 是的,因為有時候他修補了,不是即時會發現生事 撒倒水流邊,遲些線爆,很多這樣的事情都會發生 所以我們就給意見,就是要找回那個裝修公司去幫他補回他 那糟了,那個裝修公司又不肯幫他補 是,我交了貨給你,是吧 那會搞什麼呢,吵架了,是吧 那其實可能會出現了三方面的問題 三方面的問題,就是說 一,業主,裝修公司,和這個傢俬公司 所以呢,在這個不能夠去融合的時間 所以是不是一站式重要呢 一站式重要呢 還有有什麼事,作為客人呢 我對口對著一個算 是啊 我對這麼多一個,我也不知道怎麼搞 沒錯,沒錯 那在這個情況,大家就糟了 真人真事,那間這樣的公司,轉爆水喉 就說因為怎樣,要不讓他補回 那他就竟然出一段文字 而恐嚇業主,和業主說 那現在呢,因為我沒有和那間裝修公司交易 那這間我和你交易的 那所以呢,我現在就不和你做了 要停工,大家先談好了 我的律師會和你談的 哇,其實你身為業主,聽到這些事情 其實真的慘了 現在有很多投訴的地方 可能是這件事本來是解決的 就變成一件越搞越大的事 喂,你弄爛我的水喉 還可以告訴我,要停工 還要恐嚇我 其實每個客戶都想快點入伙的 對不對 是啊,這些真的很害怕 業主在自己未生氣之際 無緣無故自己又要變回害怕 是啊,其實剛才我所說 一有些人很負責任的 會搞好他 但是他搞好他 未必有能力搞好他 你搞好他,業主都未必相信你 那我們這個時間是發揮的作用 我們不會無緣無故幫忙搞 不過我們起碼給大家的第三者意見 那這件事呢,不要把它越來越遠 你把它慢慢搞回去 這件事最重要是共同目標 大家是站在一個客戶立場那裏解決這件事 不過我和你講 很多在這個行業裏面 一有事的我是人非 不是我的 不是我錯啊 你錯啊 只是自由意志 每個人都不會說自己錯的 那或者在錯之中 是將這件事呢 想減低責任 又或者其實根本都不是賺很多錢 整天都想著那錢 不是說將品牌去做好 事實這個是難做的 所以客人呢 很無助的 遇到這些這樣的 這些叫做意外 我聽他說 又或者這個裝修方面的意外 又或者先前你說的一些家居的意外 是一些預料不到的東西 那客人很無助 唯有找一些專業技能士 改善或者是補救 那譬如說 如果當教主 我家裏真的用一些不太好的玻璃瓶 那我的做法就是 找一些一站式的公司 讓他幫我搞廁所去 是呀 除了一站式之外 他對那個行業的熱愛 和專業知識比較多些的公司 其實個個都是大師傅 但是他的關顧和窩心程度 就不是很科學 所以我個人認為 都是應該找一些比較長歷史的公司 或者他有很好的優質管理 也都是有很大的團隊 最重要他是肩膀夠硬 錯誰不會錯 哎呀 哎呀 為何肩膀夠硬呢 真的肩膀夠硬 就是因為 總之不要有意外發生 意外的意思是 財物的意外不是一個大問題 是 我們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家居裡面的東西 安全的就是 你想想為了裝修 而有傷亡的 有多不好呢 是啊 所以在沒有傷亡的情況之下 公司能夠 我可以很大膽說一句 多厲害的公司都會有出錯的 但是出錯之後 其實會怎樣做呢 會不會有些補救方案呢 客戶會不會見到你 這些更加變得更加欣賞你呢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爭取你的美品牌 所以 如果萬一真的遇到的話 可不可以找你求助呢 一定可以 你是會願意幫別人去到 沒錯 我們就起碼給一個 不一定是非黑即白的意見 我們是希望你解決到件事的方法 因為有時候的事情 尤其是樓上樓下漏水那些 我都不知道說了幾多次 不一定是要對駁公堂的 我們是別人的樓上 我們也有機會是別人的樓下 所以有時候很多事情都 多拿一些EQ 我經常都說 裝修設計的人 EQ和AQ都很強 今集學了很多事情 要在這裏 多謝教主 我們約定你下集再見 好 謝謝 拜拜 如果想了解更多 歡迎瀏覽DIC的網站 網站上面除了有千個真實客戶滿意個案 和近二千個參考個案 不斷持續更新之外 還有大量真實設計和3D效果圖 DIC的每項工程步驟都必須嚴格衝 登場三大國際ISO指引 當中包括 質量管理體系 環境管理體系 和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 設計情報中心是 註冊小型工程成建商 進至工程有限公司 持牌進行相關的裝修和小型工程 而且DIC還推出了自家會員計劃Dpoints 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給客人使用 只要登記成為會員 無論日後是自己裝修 還是推薦親友選用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Dpoints積分 凡是DIC的舊客戶 成功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 和Dpoints會員號碼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雙倍Dpoints積分 就算推薦人未曾圍顧DIC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Dpoints會員 而且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 和Dpoints會員編號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都可以獲得Dpoints積分 客人可以透過Dpoints內的積分 換令各式各樣的禮品和服務 現在就立即成為我們Dpoints會員 一起贊取無限獎賞 想知道我們的工程限額滿了沒有 那就要看一下設計情報中心的DIC開單 及工程統計圖表 設計情報中心擁有自家設計師和裝修團隊 並不是平台式經營 務該準時和高質素的服務 令客人對我們有更大的信心 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著緊每一個步驟 確保工程質量 每一個部門進行的每一個步驟 都必須遵從我們的公司管理文化 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ISO的指引 由於設計需時 為了確保工程的質素不受影響 所以設計情報中心不會攬住工程 因此設有接單量的上限 每一位來到門市和設計師會面的客人 都可以由DIC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 看到工程的統計圖表和分佈地圖 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 現在有多少單在負責的工程 所有的資料都是實時更新 顯示現有工程和上限的比例 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 設計情報中心就不會再接受新的工程 確保我們的團隊能以最高的水準 去做好每一單工作 正正是因為我們有這麼高水準的管理 以及堅拒攬接工程的服務精神 所以我們才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的室內設計 和裝修一條農服務公司 設計情報中心引入了最新技術In-Ray Machine 融合了AR和VR的科技 輕鬆地令大家可以更換室內環境內的 裝修素材和顏色 不需要等收樓 設計師亦不需要再上單位度尺 更加不需要再花長時間等設計套 設計師亦不需要再上單位度尺 只要透過In-Ray Machine 設計師亦不需要再上單位度尺 單位間隔和傢俬的擺位都一目了然 還大大減低了溝通上的每天 In-Ray Machine 引入3D VR技術引擎 配合了AI智能設計系統 有多種風格和裝修物料以供選擇 無論是牆子、油漆、地面、天花板 都可以一鍵轉換 即時感受多種設計風格 就算有選擇困難都沒有油拍 而且可以360度無視覺視察單位間隔 調整視線距離 就像親臨其境一樣 漫游單位有一種更真實的視覺體驗 就算了 如果想看更詳細的單位和傢俬設計 又想快人一步體驗全港首推的 In-Ray Machine 3D單位設計 就要來設計情報中心找我們的設計師談談吧 DIC In-Ray Machine 用想像見未來 快點來設計情報中心優先體驗吧 直到程度做角度目